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里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本台特委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您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 您好 您好 欢迎二位 我们看到离异局势方面 现在外界普遍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那最为严重的可能就是精锐部队拉德万的高级指挥官阿基勒的死亡 那外界甚至认为说 因为他的死亡 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被彻底瓦解 有这么严重吗 从目前看呢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按照这个军事组织人员的配备 一般呢是有接替有备份 一旦在作战行动中伤亡 那么第二第三替代人员就可以接替作战行动 特别是这个拉德万作战部队 之前很陌生 现在感觉到呢 这支作战部队能力并不一般 跟之前呢 像阿克萨烈士旅 什么这个伊拉克珍珠旅 卡桑旅和贝卡古旅相比较 这个旅的名声呢不大 但是能力很强劲 如果从它的履历上看呢 它成立的并不是太早 而且从作战经验 包括综合作战能力来看呢 跟其他旅相比 可能有一些更新的状态 所以这个旅的指挥官遭受袭击 引发外界的反应非常的大 另外这支作战部队呢 它是一支精锐部队 而且从这个跨境袭击 包括在北部各种打击行动 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训练非常严格 另外从打击的这个点位上看 它更加注重技术 所以叫技术部队 像之前那几个旅 它的传统的火箭弹爆炸 这种打击过程中 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支作战部队 特别注重技术训练 所以它在跨境打击过程中 运用新型武器装备 新型技术装备能力 比其他几个旅要强一些 所以如果能够实现 指挥官的备份 以及相互替代 再加上作战部队分散配置 游击性的作战行动 它的空袭行动 包括个别指挥官的伤亡 对整个作战部队的影响并不大 如果说现在 今天被瓦解了 那明后天 有可能就会快速恢复 所以所谓的瓦解 只是现在时 并不代表将来时 我们看到以色列 果然如外界所普遍预测的那样 发动了先发制人战的打击 那摧毁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 400多个火箭弹的发射装置 那这些火箭弹发射装置 被认为是 即将向以色列领土进行开火 那以色列这样的行为 是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吗 是您认为是 像外界预测的那样 即将开启地面战争的前兆呢 我想这个两个可能性 其实都是存在的 那么一方面呢 因为最近黎巴嫩 热点燃点爆发 先是巡护机爆炸 然后是这个对讲机爆炸 外界纷纷猜测 可能是以色列所谓 那么这件事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以色列对此也非常的担心 那么最近又发生了 黎巴嫩震主党高级社会官 被打死的这个事件 两者相互叠加 就让这个事件的影响急剧升级 然后形势急剧恶化 那么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所以国内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包括学生停课 包括士兵开始整合带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把威胁扼杀于萌压状态 那么就是以色列最想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从历史上就能看到 以色列一贯的做法 就是先发制人 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8月25号 他在接受到情报 然后知道黎巴嫩震州党 可能要发动袭击的时候 他就提前用100多架战斗机 然后先发制人的打击了 黎巴嫩震州党的这种火箭发射装置 那么就削弱了 对以色列的一个威胁 我想这个是一个方面 就是通过先发制人 降低自己面的一个威胁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确实是有可能 要发动一场新的 大规模的一个战役 是不是地面战争 现在还不好说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自从去年10月7号 新约8亿冲突爆发以来 那么黎以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总体上保持一个 相对低烈度的一个状态 但是将近持续了11个月之后 最近以色列说 黎以冲突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战场形势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它的战略重心 可能要向北移 那么向北移的话 很有可能就要制定了一个新的 对黎巴嫩震的一个战略 这个战略到底如何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很有可能 要包括更多的袭击 或者更大规模的袭击 或者更长时间的打击 等等不宜而说 还要看以色列接下来的行动 对 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 这几天也是在不断地 对以色列进行回击 但是外界仍然认为说 黎巴嫩真主党 可能难以有效地 对以色列进行打击 您赞成这种说法吗 的确这次呼机 包括对讲机爆炸 对这个真主党的民息事情 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从整个伤亡范围 包括真主党 其他设施受损的状态去分析 真主党依然有能力 采取各种手段 发动打击行动 首先伤亡比例并不大 即使按照5000个户籍 百分之百的形成杀伤 但现在看呢 这个轻伤是大部 死亡人员的数量不到100 也说明呢 按照10万人作战兵力去看呢 这是二十分之一 如果按照2500人这个伤亡 它是四十分之一 所以从整个的伤亡比例来看呢 它没有对整个真主党的综合作战实力 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 只是一个局部的影响 但是对于这个恐怖情绪的蔓延 这个效应呢 以色列的确是做到了 第二呢 武器装备没有损失 因为这次都是对单个人员上 我们看视频啊 包括其他的 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 包括这个重要的武装人员 腰间 包括其他部位发生爆炸 但是真主党反击最有力的武器装备 是各种火箭弹 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 但是不是400多个火箭弹发射装置 已经被摧毁了吗 这400多个是被发现的装置 如果从这个哈马斯 包括真主党打击来看 还有一些隐藏的装置 我们看之前哈马斯 把这个草地掀起来 马上隐藏的发射装置 从地面升起就可以进行攻击 如果按照真主党的作战能力 包括发射装的数量 比哈马斯应该多得多 所以从武器装备受损的状态来看呢 这个比例并不高 这里最重要的是 地下公式隧道没有受到损失 如果按照外界猜测 说这个真主党的隧道 比哈马斯那个隧道要大得多 长得多 深得多 而且各种武器装备制造 和储存的基数 也比这个哈马斯要多 也就是说如果地下公式 地下武器装备空 没有受到损失 那么下一步 发起各种打击行动依然存在 所以多点的攻击 包括不规则的打击行动 以及呢 这个中远程火力打击 都有可能是选项 所以这次爆炸事件 它对整个珍珠党综合作战实力 特别是重型武器专门的损失 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呢 我们还看到美国防长 李以的高层 是纷纷推迟了访问行程 这也让外界不免更加担忧 李以之间是否会展开 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当地时间21号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表示 鉴于离异局势的进展 决定取消前往美国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 与此同时 以色列长处联合国代表 20号向媒体确认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原定于24号抵达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 但现在将推迟相关行程 有可能下周不会前往纽约 另据美媒19号 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 由于乙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冲突升级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推迟了原定于22号 对以色列的访问 美媒称 由于黎巴嫩多地 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美国国防部担心 以色列即将对黎巴嫩 发动地面战争 有美国官员表示 目前还未发现 任何有关地面战争的迹象 乙军可能需要数周准备时间 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 此外 美国国防部副新闻发言人 萨布利纳·辛格 在19号的简报会上表示 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并未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看美以离三位高层 他们的推迟行程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 可以捕捉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廖老师 我想这个事情要区别看待 奥斯汀推迟对以色列的访问 他给出的官方理由 是说现在是一个敏感时刻 但已经战争升级 但是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按照常理来说 越是敏感时刻 你越应该前往以色列表示支持 所以我在想 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表示不满的意思 因为拜登在任期将要结束的时候 一直想在中东留下一些政治遗产 第一就是要推动 加沙的停火谈判 但结果被以色列搅黄了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极力避免中东的战争升级 特别是离语中途 所以在这过去的一年里 美国的黎巴顿问题特使 不断地在进行穿梭访问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爆发 接连爆发的这期场战争 让美国其实是非常恼火的 所以在这个黎巴顿出事之后呢 美国第一时间就表态 我不知情 然后我也没有参与 其实是为了撇清自己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取消了或者推迟了 对以色列的访问 我想应该是有这一点 不满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那么这是美国 那么至于黎巴顿的 还有内塔尼亚湖 我想这是应有之一 更是一个应有之一 因为大家都在担心 下一步 珍珠党会有什么举措 是不是有什么报复行为 那么珍珠党的盟友 伊朗也好 叙利亚伊拉克 还有尹门 这些这个军事组织 会不会对以色列 进行一个军事袭击 那么相应下来 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 报复跟反报复的一个行为 会不会让中东地区爆发 就是我们刚才所担心的 一个地面进攻 乃至于一个大的地区性战争 所以现在是一个 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时刻 没有一个领导人 或者一个当事方 敢在这个时候离开 所以看得出来 这几方都是很 都是在惆怅当中 另外我们来看美国的态度 因为刚才廖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美国一直不支持 以色列对尼巴嫩进行地面攻势 那现在美国的态度 发生改变了吗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政府 不管是他发表的言论 还是他做出一些举动 包括让美国的公民 撤出尼巴嫩等等 是否在做一些应对 而且还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呢 美国这个态度呢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一旦周边有热带问题 美国第一件事就撤侨 如果能够撤侨显示 美国人对自己的公民 特关注 特关心 这个退役大选加分有效果 另外这个撤侨也表明 这个地方特危险 如果主动撤侨 说明整个地区环境 包括各方冲突 有可能会从矛盾 上升到这个作战状态 实际上呢 也是对局势的一种前瞻性的判断 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基本态度 比如地面大规模作战行动 我们大致判断呢 如果真的有大规模地面作战 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双方打得远并不高 你想之前不是没打过 打过好多次 但是第一个问题是打不起 你想之前这个珍珠党和 以色列之间的反过作战行动 这不是第一次交战 像06年大打出手 但是呢 珍珠党损失很大 以色列损失很大 但作战行动 跟之前的目标相比 并没有大的变化调整 所以冲突行动所带的损失 跟效益相比呢 并没有太大的这个相符的特点 第二次打不赢 如果按照现在 加沙冲突的模式 在北部采取大规模行动 那么作战行动会非常艰难 你打这个365平方公里的加沙 打了十几个月 如果面对珍珠党所占据的 大部分土地 进行密集攻击行动 而且还有更加复杂的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甚至比 汉马斯的地道还要高 而且武器装备能力要更加强劲 所以这个到底能打多久 现在依然是个大网号 我想有可能是用短促出击 比如说通过什么呼机爆炸呀 包括空地火力打击 它在最大程度 削入了珍珠党武装状态下 通过地面装甲部队 在直升机配合下 在空中飞机的配合下 短促出击快打快撤 这有可能性 因为以防提出的目标是 恢复北部稳定 如果能够把这个珍珠党一侧 几十公里范围内的火箭发射潮啊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打掉 这样他没有能力快速恢复 对以色列北部的打击行动 他认为这是核心的重点 至于大规模的军事占领行动 包括复制在加沙地区的 这个清剿行动和作战行动 现在看呢 与军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美国目前对于 双方的冲突这个态度呢 也是莫衷一世 但如果真打 美国一定会给武器 给弹药 给资金 像之前在加沙地带 作战行动一样 提供权力支持 那廖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您首先认为 以色列想要攻打黎巴嫩 这个地面战这样的决心大吗 那如果一旦真的发生地面战 美国是否还会像 那么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呢 首先说这个地面战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以色列这一次的军事目的 可能是一个有限的 它应该是为了击退珍珠党 而不是为了击溃珍珠党 更不是为了重新占领黎巴嫩南部 就像1982年到2000年那样 因为它不太可能会去重绑这个负责 为什么讲是击退 就是它所提出的第四个战斗目标 就是让它所 从离岳边境所撤离的6.5万人 就重新回归到自己的一个家园 所以它这个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目标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要求珍珠党停火 然后撤退到利塔尼河之外 也就是说要从现在的临时边境 撤出30公里之外 以流出一个安全的一个缓冲区来 降低黎巴嫩北部对以色列的一个威胁 我想这个是以色列当前最想做到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真的局势紧张到爆发了地面战争 那么到时候美国会这么做 我这一点是非常同意杜老师的意见 我相信美国已经被绑在了以色列的战车上 双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美国不可能脱离以色列 我们从远处讲 1962年美国就跟以色列建立了这种特殊的一个关系 从那个时候 从那时至日起 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有多少呢 到现在差不多有3100多亿美元 所以美国一直就想把以色列当作 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盟友 要把以色列打造成为 美国在中东永不沉默的一艘航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是一直是全方位地向以色列提供支持 那么新一轮巴以成都爆发之后 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双方有一些矛盾 但是拜登政府一直是小骂大帮忙 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向以色列提供支持 那么未来看 我特别同意杜老师的意见 美国肯定会全方位地 包括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等等方面 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和中部发动袭击 造成7人死亡 多人受伤 此前一天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 以军21号轰炸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载通社区 一所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学校 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 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 30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则发表声明称 以空军对加沙城一处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 进行了精确打击 哈马斯武装人员利用该中心策划 和实施了针对乙方的袭击 近期 以色列把军事行动的重心向北转移 引多方关注 有分析认为 乙军对加沙作战的三大目标 远远没有实现 因此 以色列政府顺势将北部军民重返家园 列为消灭哈马斯 解救被扣押人员和消除加沙威胁之外的 第四个目标 并宣布军事行动重心北移 舆论认为 以色列把战争波及面扩大 是想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上 寻求对自身延续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 以色列最新宣布了第四个战争目标 那以色列现在以他的这种国力兵力 能够支撑他完成这四个战争目标吗 从前十一个月的作战效果去看 两个点 第一是能进行 第二难实现 如果真的在北部地区展开这种行动 特别是出动各种武器装备 对珍珠党武装狂乱炸 他能做到 但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 有多少武器装备 在于政治谈判 因为所有的攻击行动 包括胡塞武装 对以色列的打击 包括珍珠党在北部的袭击行动 全源于加沙冲突 如果加沙地带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解决方案 实际上周边的这些火 如何扑也扑不灭 所以虽然是就有限行动 让六万人回到自己之前那个地方 但是由于目前双方政治上无法调解 而且在军事上紧张对峙 特别是最近这个呼机爆炸 它所引发的这个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会进行增加 所以珍珠党的报复行动一定会更加猛烈 如果双方频繁在北部地区交战 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点 双方火箭弹包括各种武器装备交战区 就是把30公里范围内作为热线 所以这个对抗行动估计一直在持续 第二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些平民向北部转移 它随时有可能发动袭击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民营区 不是军事占领区 而且以色列边防部队 包括雷达部队 之前也是在地方正常部署 但也没有拦住火箭弹 它不可能在边境区区竖起铜枪铁壁 把所有的中远程火箭弹 包括各种袭击的行动 全部挡在这个边境之外 也说明它能防御 能部署 但是要想有效地防止 珍珠党的打击行动难度抵达 除了政治解决 没有其他方案 以色列现在有一点点四面楚歌的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看除了黎巴嫩珍珠党 还有巴勒斯坦之外 还有伊朗一直誓言说将会报复以色列 另外还有伊拉克 同时也会对以色列造成一些袭绕 那以色列现在做好了这种 全面开战的这样的准备吗 更确切地说以色列现在是多线作战 那么根据以色列一个退役将军的一篇文章 他说以色列现在是七线作战 甚至于还有八线作战 所谓第八线就是国内的这种政治斗争 那么除了这个多线作战之外 其实以色列面临更多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现在面临一个本土作战 这是以前所没有想象过的一个事情 还有面临一个长期作战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以色列的国土比较小 以前都一直是预低于国门之外 以前一直要求一个短线的一个战争 但是现在以色列不但面临多线战争 就是您说的四面楚歌 要在本土面临各个方向对它的打击 同时要面临一个长期战争的一个准备 所以现在以色列确实处在一个四面楚歌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何去研判未来局势的走向 我想下一步确实是非常危险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伊朗也好 黎班战也好 南也好 是否会对以色列进行一个报复行动 但是我想更为危险的应该是下一步 以色列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面临这些风险 他是不是要掩旗旗鼓 我觉得恰恰相反 他是要重新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威慑状态 要重新确立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神话这个威慑 要重新确立他的高科技的威慑 还有情报部门的一个威慑 所以为了重新建立这个威慑 他就要重新开始对外一个先发之人 他要无所不用其体 然后像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军事冒险 或者用我的话说 它是一个极限边缘的一个政策 我就是不断地去采取行动 我去试探对手的底线 如果底线去推 如果对手退让的话 那我们就更进一步地咄咄逼人 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以色列如同在玩火 那么一旦失控的话 中东确实要爆发一个全面的一个战争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 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见